今天这场比赛和成年队对新西兰那场应该几乎是同时开赛 好了比赛正式开始 所有的中国球迷一眼就能看出来白色队服这是咱自己的国奥队 那边是韩国的国奥队 我们其实用这个称呼来称呼两只对手也可以 另外就是用这个UR2也没问题 实际上都是为了16年的里约的奥运会所准备的这个适龄的球员 其实中国国奥队虽然刚才我们介绍人员比较齐整 但也同样有问题就是包括海外回来的球员 你怎么把这些各自实力都不错的运动员捏合成一个整体 这又是韩国队的主教练李光中 我看这个韩国的主教练甭管什么项目 很少笑啊 比较严肃 不知道是不是内热 但起码给你一个感觉是外冷 副国中国队的主教练 这比赛是在武汉来进行 对 看起来晚上在室外要是坐着还有点凉 得穿个棉服 其实这两支球队在两年前的阿联酋的U19的亚青赛上有过交锋 当时中国队是0比1输给了韩国队 现在拿球的是这支球队的5号队长石科 这支球队的这支球队的这支球队的这支球队 好机会 先享受 刚才皮游在空中已经先出了底线 刚才川中的是11号无星寒 来自山东鲁能 其实国奥队的比赛 咱们说年龄都不是很大 即使有些球员在俱乐部效力 不一定都是百分之百的能够打上主力 对 其实我个人倒觉得这样的比赛 一旦他这些球员披上国字号的战袍之后 能够发挥出的战斗力可能是比俱乐部的时候还要更高 是的 而我不得不说一个现象就是往往你看到成年的国字号的球队 他们个人在发挥的时候往往能够发挥出俱乐部水平的可能百分之六十七十就不错 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 有这种成长的心理的等等的基金素 包括是在俱乐部的这种自信心的建立 航空队在后上控球是中国队把防线往前压得很靠上 迫使航空队出现了一次传球失误 众向的撞向二过一没有成功 吴兴涵 刚才是吴兴涵疑刺从边路的快速突破到了小影区的脚上 小角度的一脚筋涉被对方身边扑出了底线 刚才在中国队替补骑上坐着的是傅博和他的助理教练李淑斌 今天中队上来主攻的就是左边路的一侧 其实我们经常讲四个字下底传中 这可以分开来讲 就是下底是一方面的技术环节 那么看到中国队开场这几次能沉得下来 但是传中起来包括中路的包超就又是另外的需要其他的讲究了 这一球裁判没有表示 比赛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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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着 比赛再继续 第�를称赤 来 多 eagle 战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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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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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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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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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个球怎么判呢 判着对角之后是 韩国队把球碰住 我觉得你要么判第一下犯规也行 你要是界外球 我认为这球应该是韩国队的球权 其实在这种双方 啪啪碰撞的电光火石之间 可能参分就有一种主观去认为 而且第一反应 然后参分还得坚持自己这个反应 而且有时如果主裁判 看不清的话 他还需要助理财务员的提示 或者是协助 上半场已经打了40分钟 双方还是0比0 你看这种不带喷雾剂的裁判 就是会在现场多一些 有可能快发定位球的机会 对 带喷雾剂的 我看刚才那下往上逼你一下都不必了 反正裁判得过来划线 所以喷雾剂的运用也是有利有弊 如果说攻方确实是需要对方去排人墙 然后自己可以直接选择射门的话 那么这种喷雾剂是必须要去使 可以使用 就是更加的让这个规则更加的明晰 那是战术性的快发 他就打乱了节奏 没错 我记得很早以前了 这是马拉多纳当时来华 踢的他自己的第一场商业比赛 他跟那个进球没算啊 但是他就是有一脚 在中场的这么一个快发 然后直接一个直塞球给同伴创造出了一个单刀的机会 那个球给我留意的印象非常深刻 这就是一个球王的创造性 而且提到马拉多纳快发任意球 还有一次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是94年美国世界杯 他很想对这尼日利亚 马拉多纳用手摁着 示意同伴要稳一些 但是这时突然一个直塞给了卡尼加一个助攻 然后事后国际多联非说这么有灵性的球员是吃了药 中国队刚才获得一个脚球 现在是二次进攻 但是尿力声的船中被对方挡了下来 现在是韩国队团击 中路又轰当 但是韩国队也没有形成进攻上的人数优势 又吹回去了是吗 看这球怎么判 是判了界外球还是刚才 就刚才有一个无球的时候 我们就看一个韩国队团给倒地了 应该是在向边路分球的时候 可能吹发了中国队的犯规 那就是说把这球吹 还没吹回去 还不错 还给了中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但是很奇怪在这球 这球要是出界就不应该想上 对吗 而且在即将出界还没出界的时候 已经想了两声短促的上 要是我刚才听那个哨声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解说我就觉得他应该是 补刚才那个哨补回去 把那个有力给吹回去 对吧 这就很奇怪 还是说这哨是观众席上吹的 就在这个现场一个话筒边上 所以我们也听不出来 咱一般球下球还没有出界 除非是有犯规的发声 对 不会吹那个声 对对对 中文队通过后两刀脚把这个比赛节奏稳一些 已经离上半场结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个时候控制一下 得到吴兴涵 再回给边后卫 还是打吴兴涵这一边 尼浩涵在套边没有给内切 打了 这球是进了 还是没进 应该是没有进 应该是陈浩在向裁编示意 是不是对方有手球 还是说是想要个脚球 应该给了球门球 中文队员队员在向裁编示意 是什么员用指尖脱了一下 但是这个镜头还是比较快 我们没有看清楚 再看 看不见 这个镜头也看不见 但是中文队在 刚才还在倒角当中突然一个斜长船的转移 在左路找到了一个机会 刚才也算上半场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陈大一刻虽然不是同一边 但是我脑子里闪现的是 罗本两个字 我就是穿身后 我就是穿身后 但是给的有点大 两人边路加响 对 在边路一定要创造出这种防守的人数优势 这球又被航空队反响回来了 确实犯规了 刚才那种加抢两个人抢再加上边线相当于三个人抢一个 两人是前后堵截 然后中路那个人是去堵截他往中路传球的路线 刚才中路队这次防守的犯规非常的不聪明 对方是背身 上半场的最后时刻了 对方其实这个球可以全部都压上 因为我认为看刚才的普时 就这球你发出来之后 进攻完了应该也就吹停了 而且中队可能要不犯规的话 这场比赛可能已经进入中场休息 都吹停了 对 所以说我们的队员应该加强这种比赛的合理性 你得跟NBA似的 球员都知道场上计时器 每一秒该怎么打 没错 没错 背线啊 你看 就是这一下 就是这一下 对 你看咱们刚才就在这一直在敲这警钟 就说这最后这时刻给人家一个定位球不合理 结果还就进球了 其实上半场你说中队打的不好吗 不能说不好 甚至说场面上还要比韩国队好 但是你进入中场休息的时候呢 比分你是零比一落后 其实这就是足球 还是一个顶出来之后的对方的二次进攻 正好对方 进去中路有一个球员 这叫打的也不错 而且在后点是咱们两个队员在抢同一个点 你看两人撞一块了 这时候外围又缺少一个保护 下半场开始了 白色队服中国队 红色队服韩国队 因为说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在创造出了很多的优势的情况下 在最后几秒钟 对于打造出信心 另外一个就是想通过这次比赛来更加的确定这次 这支国奥队的一个大的框架 我们中国队从中路一个身后的全球 可是最后一停没有停好 你刚才说的这个傅博教练员的这两句话 我听出两个背后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说要打造信心 那你得赢球吧 对 你不赢球 你就没什么信心可言了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你得给队员一个填枣 好好踢 好好踢 所以16年我带你去 是吧 你不好好踢 我16年的这个主力阵容框架里面没有你 对 所以这个三军得用命啊 他也是要通过这一次比赛更好的更全面的去考察队员 我们毕竟国内全在加海外回归的全能够那么齐的在一起聚一次还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除了刚才上述那两点之外 我还想说的就是通过这次比赛锻炼自己的同时 还要找出一些不足和差距 比如说刚才的上半时的那次任意球给对方造成的破门的机会 就是咱们在比赛当中缺乏一些比赛经验 这不一漏 这点上抢 不先了 哎 韩国队这球就直接等门将出来 这也不是好的选择 门将这个衣服很有特点 告诉你我不仅是队长 俩袖标假装 其实场上队长还真不是他 这球啊 韩国队队员这么处理还是有些冒险 真是冒险 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预选赛 特别是亚洲区的预选赛 韩国和澳大利亚都是中国队将来可能面对的强劲的对手 那么这一次比赛也是很好的一个练兵和熟悉对方的一个好机会 中国队的预奖还是很积极 特别是在进攻方面 六球之后的反抢做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进攻方面积极未必在防守方面 就是一定要有这种非常凶悍的 防守是需要讲究策略的 而不仅仅是独马 因为防守是被动的 所以说更加需要脑子 能够把被动化为主动 这台是聪明的防守 五星寒 刚才他拿球的时候吸引了对方两名防守队员 那这时候如果说选择不是过人 而是更早的传球的话 那么在其他区域 中国队将会获得比较好的空间 这应该是一次球门范围内的打门 来自徐欣的射门 其实这球打进角质量还是很高的 看中国的这种成球的思路 他都是具备的 但是最后一传往往显得还是差之毫厘 这是不是右脚队员 打在了左脚的脚背外侧上 足球你真说让做到左右开中很难 左右脚都可以控球 这个是一个国字号球员所必备的 但真说到射门和传中肯定还是要用你的主力脚 你举个例子就NBA球员技术再好的也没听说他左右手都投篮命中这么高 是吧 他控球可以两只手 但是投篮一定也是就是其中的主力的那只顺 在台球界有沙利文这个可以开弓啊 但是足球里面右脚的比如右脚是主角队员他左脚的传球能力也还可以 但是如果说反过来啊 主角是左脚队员那他左脚的会就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但是右脚相对会更差一些 中队还是走中路 给到右路 小球 杨婷 杨婷的传中到后点 有机会 哦 好球 这条球好像打门是不是碰到韩国队拳的腿 稍微都有点变相 反正门架也没反应过来 不管怎么样比分是扳平了 这是一个好球 这是来自杨婷的助攻吴兴涵的破门 我现在傅伯的脸色没变好 还这么面沉似水 右下角的字幕也已经盖过来了 1比1 我们来看看那个慢镜头 杨婷的传中到后点 小心去脚上 哎 这就是刚才咱们在上半时和中场平球时候所说的 一侧的传中 另一侧的边前位一定要向中间靠 这球应该是打了防守多元一个小楼 所以呢 文匠也没有能够看到这个球 看到球的事情晚了 对 吴兴涵半平了比分 好球啊 而且吴兴涵到现在目前为止 他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 比较强眼 上面是几次传中 射门都是很有威胁 韩国队你说他现在就换人了 我相信他不是就是看着你进完球了马上换的没那么快 他应该是韩国队主要链看出一定的问题想进行调整啊 但在你调整之前 中部的先进球了 对 这球其实进的恰到好处啊 有的时候你要是调整过来 可能这球就进不去 没错 好球 边路的连续的传递 你看看这个球就是在已经能够形成即将传中机会的时候 另外一侧没有提前去包抄 哇 这人技术还是不错 找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 最后扣这下 我相信是拿巧合根给盘到自己后边来了 这一下把对方骗过 只能用一个爆摔的动作 廖里生的技术还是非常出色的 虽然是远端 我确实没太看见 但是我认为一定是这样的动作才能把球那么拉过来 中国队的各种能力和技术 包括身体素质 并不输给韩国队 可能在某一个方面可能还要优于队上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把每一个人更加合理的捏合在一起 这个是包括主要联傅伯伯和其他的各支国资号球队需要去做的 就是1加1 11个人加起来要大于11才行 外团为还有 我的迷好轮 常飞呀换到了左路 黄军队中路送一个身后 中国队两名后卫 两名中位的战位有点靠前 但是这球有没有约位 我们看看慢动作 还是刚才阳挺的传中 吴星函的破门 这个角度就告诉你们 为什么没反应 你看不见 整个真是被遮挡 而且是打得在这个近角这边 而且对方队员是站在了近角的位置 那什么人可能会更加把注意力 放在中路和远角 没错 他觉得近角已经让自己的后卫封住了 结果是从后卫的双腿之间过来的 门将这个位置 我觉得真是压力大 前锋进了球 要是电视导播开恩 能给门将一个同样庆贺的动作 说你是叫起空架秧子 可是被对方进了球 一定有你从网络里捡球出来 那个颓废的镜头 所以我觉得这场上11个人的话 我认为门将的压力 那是相当大 毕竟是最后一道关卡 中路队防守时候不要扑 不要轻易的伸脚 让对方很轻易的去过掉 在这种防守阵地站的时候 要站好位置才是第一个选择 而不是盲目的去扑 我们看中国队连续几次试图 个人抢和两人加抢 包括三人的唯一抢 都没有能够成功把球断下来 米晓伦刚才这种停汤球很聪明 停球和过人是一个动作 确实没有越位 不越位 时科和王瞳的站位太平 而且时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身后对方插上的这个人 王瞳也没有及时地向回撤 有一个协防 可以说两人之间存在一个交流上的缺失 很显示有一个愣 然后再回追 对 而对方这个传跑实际掌握得就很好 对方先有一个横向的跑动 给同伴一个传球的方向 这个球完全不知所云 所以说别看我们把比分扳平了 但是我们的后路防线 包括在局部的防守方面 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漏洞和隐患 这种发现问题 然后再通过以后的训练和比赛 去改正问题 这才是中文队的比赛的价值所在 而不是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 某一个进球上 这球应该是打在了球门的外侧 立柱的外延 有一个变现 也就是说其实离进球就差三五公分 三五公分可能还有多一些 球门立柱它的直径是十二公分 十二公分 两个人的腿绞在了一起 但是吹翻了韩国队的很贵 四人挺呐 哦 四人挺呐 哦 四人挺呐 好球让过来 通过回座 好球再分边 这只航空队在场边准备换人 还是扬挺的分钟 但是摘一下线路过直 直接被对方的水面所没收 稍微有点慢 他们就换人了 放上13号李明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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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队现在他的进攻的套路很明显 就是从中场或者是侧翼 直接长传打中国队两名中后卫的身后 在下面的比赛当中 这种情况已经至少出现了三次侧 最有威胁的就是 帽顶传过了时科和王瞳的身后那一次 而这一次被中国队所拦截下来 所以说对方的在进攻当中的一些变化 也是值得中国队在比赛当中 及时去发现和去应对 吴兴涵内切 这球想兜一个圆件 但是脚背没有兜住球 打在了脚背的外侧 有一些外悬 傅伯刚才这个手势也是向吴兴涵示意 如果这个球能够进行一个传递的话 刚才我们通过慢动作也可以看到 在另外一侧 有其他有的同伴在已经进行包抄了 一下没有传 内切 在大阶区的线上 已经有一名同伴在包抄 而且是处于无人听方的状态 傅伯 这意思你传传不就完了吗 是这意思吧 我看这手势像 在这个角度射门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说更加合理和更加清楚的话 可能会更好 这球远端先越位了 这球远端先越位了 回传给门家 中国在进攻的时候 两个边和外压得很靠上 刚才有一个镜头 杨婷已经压过了半场 然后和同侧的边前位 有一个纵向的换位 一脚 一脚 桂VIS 雅 凯恩又是一次准备直接传中国内联军公里的身后 上墙一个盯人 进攻当中要想着防守 不能丢了球再去重新站位重新找人 那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这球居然没传丢啊 两个人都没有挺好 还是丢了 OK 特朗 好球中文队中场抢断 华东快攻 但是没有打出速度了 刚才就是韩国队在编路的一次成功的防守 韩国队又换 这已经是下面上换的第三个球员了 在这次环境之前 中队是进攻到了前场左路 然后回船出现了一个失误 那一次就是韩国队一次成功的防守 虽然说韩国队员来 但是退 场边 没有越位 对球背后啊 确实也有推的动作 对 不过裁判员他也会掌握一个尺度 因为禁区里面是比较敏感的区域 利用速度抢到了一个身位 徐鹏飞 谢鹏飞 可以打吗 对 哎呀 唐大 谢鹏飞是在下面时替换陈昊出场 刚才令速度抢到了一个身位 但是之前中国队在罚球区内的那个防守动作 还是要小心一些 如果说主裁判比较苛责的话 那么判一个点球 中国队也没有话说 没话说 就是你在防守区内在后场 一定要在对方背身打球的时候 要小心 要谨慎 虽然不要给对主裁判 判罚的这个理由 让你站住 中国的这几下还是不错的 三角的连续传递 但是问题是控制球 在局部可以控制球 但是无法打穿对方局部的防守 那么这也需要另外一侧 甚至是中路 其他队员的这种接应 不能仅仅是他们三个人在拳 这也是传接球的 不应该有的失误 上想这一下一定要果断 如果说上想有一些 可能宁可选择退后一步 可能会更好 那么上想这一下 成功是好 如果一旦不成功 就被对方所割掉 这是大忌 而这种斜线的长山转移 应该是先远端越位了 然后要换人了 这球吹越位我们看啊 这将它没跟上 可能是有越位的嫌疑 刚才那个脚上有一个白影 甚至手一晃 好像是在越位的位置上 这是韩国队往上上压 躁愈位 中队换上的九号阳超声 我知道你这呛一声 是觉得这字幕可能和这个 这个原来的这报名表有出入 是的 九号是阳超声 对 但是我们拿到的报名表上 出场阵容是 二十三号是常飞亚 你是说那个换人的那个 被换下 对 拿到赛前的提供给裁判员的 这种出场名单 二十三号应该是常飞亚 这样是刚刚上场的杨超声 效力于辽宁红运队 本赛季有十一次出场 打进了一个进球 打进了一个进球 пред免 橘子 比赛已经过了70分钟 如果说既然补实的话可能还有15分钟多一点的时间 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1-1 中文队快发阵球 而想偷袭对手的身后但是没有说成功 我一直觉得快发偷袭好像得发地滚球才能偷袭着 航空队打身后 这个球杨挺先是卡住了身位 好球 小球 选择回船是对的 但是船球的时机有些晚 而且同伴也是在往上插 那么作为接应队友 这时候不要再往前插了 越往前插可能队友传球的角度就会越小 就是应该在后方去左右的移动去寻找更好的穿接应的角度 好球 危险 好球 就是不要盲目 剩下好笑 干归 应该又有换人吧 说的对 中国队觉得1比1还得换呐 能赢得赢呐 这边韩国队恨人就说这个比赛应该是个邀请赛 换人名额就不止于中国比赛的三月 韩国这个名字翻过来中文我觉得音都没问题 你像他这个身呢你翻了一个深水布的身啊 我总觉得这个一般咱们都翻那个 就那个身啊 就是神去掉一个衣补旁那个身对吧 也有一个惯用的说法还是说 当然也可能确实就不是这个字 但反正我今天拿到这名单 我看韩国队好多队员的名字吧 总觉得别扭 我们在中国队都进韩国队犯规了 但是你说都是翻译成身 韩国队的14号叫身衣手 它这个身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身 它也可能是韩文用的那个字母和它是不是不一样 对 这有可能 我们来看看啊 身衣手 而且中国按中国来说比如说都行张 那还有公张张和立岛张是不是 是 公队回车什么园 ある的话 请不回家 可以 帮我 不回来 快点 不回来 不能回来 不回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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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犯规 吴星函的速度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对 但是刚才触发了手上的一个犯规 比较远 过去了 就是这一下 拉倒了对方的队 我说中国的在一个身后 杨超超 看看 对对方的队员产抢 破坏出了边线 双方在下半身的比赛当中 都是更多的采取这种 比较简单而且奏效的这种直长传 直接打对方的身后 两个队都有比较多的这样的战力 中间撞墙配合 现在是背身被对方加抢 球丢了 双方在拼脚的过程当中 中国队把球踢出了对方的底线 这是下半身上场的17号 谢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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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三 一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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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国队一个鞋身直插 也是被中国队的后院所拦截下来 这种球正好是关门 其实这种穿越的穿球 你要不然就是穿一个过顶 要不然这种要是走下三路的话 就把球尽量可以选择绕开对方的身体的位置 选择一个弧线球 而不是仅仅往对方的身上传 你这不是把球传到收费站中央吗 是吧 不太容易过 北神拿球 做撞墙配合的时候传到对同伴的身后 这场比赛从开始到现在 中队已经有几次 都是传到同伴身后的情况 还是两人在冲跑时机 把握上的一个缺失 比一个身后还是没有过去 如果说对方都把这个防线站得很好 这情况下一定要选择过点的穿球 好的 好球 接回 给到外围 其实这球给到就是进区中路的这个 后点的球员还是对 没错 前面一个进攻球员身边有五个以上的防守队员 谢恒飞凌空的一脚扫射 谢恒飞刚才在这个区域的跑位非常的聪明 他没有和其他队员都是在向前往有一个停顿 对 给自己制造出了一个空间 在点几球点的周围 但是这个球 身体重心没有掌握好 而且这个球有些高 有些高 你够着打容易打飞 大腿也没有完全的抬起来 这个泰国选手就是踢腾球的适合干这个 试图从中路进行一个拦截 差一点把球断下来 离一个直线 还是没有过去 我们的队员在这种传球的意识的展现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 但是脚反的运用应该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 我们的队员是换下了他们的厂商队长 我们的队员也是用完了最后一罐人名额 小心啊 防队这次这一球配合飞上的聪明 打到两个中位的头上 然后前锋投球回点 我们的后摇没有及时的到位 这时候被我扑站出位置 好球 你是觉得不希望中国队在重蹈上半场最后十段的覆辙 石科跟得很紧 好球 来吧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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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传的很有隐蔽性 算上五十两分钟 终于注意身后 好球这是左卫米昊伦 及时的补防到了中路 黄队在最后实际上 还是坚决的打中路队中路的身后 这一次左卫米昊伦立功了 慢一点 赶快来洗脚 苏米昊伦 懒巾 赶快来洗脚 快来 中国队的接外球 全场比赛时间也差不多了 有些观众都已经提前离场了 那意思就是1比1 他们都已经知道比分了 这时候万一中国队再压少进一个呢 这球票就白买了 你最精彩都没看着 还有上半时韩国队在最后几秒钟的时间 打进了一个进球 看看中国队在下半时怎么样 也没吹 我也觉得那个球吹 吹了 好了全场比赛结束 那么这场比赛呢 双方是1比1握手言和 感谢东勇志带来的精彩评论 也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再会 再见 再见